伊拉克的某座城市 全副武装的美军冲进了一栋满是平民的大楼 为了杀死藏匿在楼里的一名反抗军 美国士兵直接丢了两颗手雷 炸死了几个平民 其中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虽然炸死了平民 但美国士兵丝毫没有愧疚 在他眼里伊拉克人不算人 2007年的伊拉克 此时的伊拉克已经被美军完全占领 为了清理反抗者 美军派出了大批士兵在各大城市进行搜捕 反抗者一旦被发现往往会被当场击毙 就连出城的道路都派有众兵把守 来往的车辆和行人会遭到十分严格的搜查 基本上是想把反抗者困死在城里 这天美军照例盘查过往车辆 城里时不时的传来枪响 无不再提醒他们这里极度危险 就在这时一辆小车急迟而来 似乎没有停下的意思 美军大兵当时就怀疑 这可能是反抗者的车就鸣枪失忆 终于车停了下来 车上只有一个蒙面男子和几个妇孺 看来不是反抗者了 就在这些美军松一口气时 不远处又驶来一辆汽车 速度很快 而且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就在他们戒备时 车上的人突然掏出武器朝他们开火 幸好这里的美军装备好 反抗者见打不过美军就跑了 可这些美军怎么可能放过他们 开着装甲车就追了上去 反抗者因此遭到美军重火力的打击 幸好城里的路比较曲折 再加上平民较多 美军不敢随意开火屠杀 居然就让他们给跑了 躲到了一处居民楼里 这些美军可不打算放过他们 悄悄的跟了上去 等进楼后 他们才发现住在这里的人 全是些妇女儿童 只好先撤出大楼 可这也给了反抗者机会 躲在楼上的反抗者 突然朝他们发起了进攻 不过他们怎么可能 打得过训练有素的美军 没一会儿 很多反抗者就被打死了 不过美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他们乘坐的装甲车 被火箭筒给炸成了废铁 而且还有两名美军被炸死 这可惹怒了美军 就在他们准备报复时 只见楼上又是一发火箭弹 朝他们射了过来 瞬间就炸死了一名士兵 幸存的美军 急忙将战友尸体拖到一旁 他们没有时间悲伤 因为反抗者又一次朝他们杀了过来 双方的交火变得更加激烈 他们虽然打死了几名反抗者 但眼下的情况 对他们来说非常不好 就在这时 一名负责掩护受伤战友的美军 美军士兵一看又一个战友死亡 顿时充满了怒火 他们开始朝居民楼发起猛烈的攻击 不管来人是谁 通通子弹招呼 不过这还不够 为了杀死一名反抗者 他们直接丢了两颗手雷 反抗者的确被炸死了 但屋内的小孩和妇女 也死在了美军的手雷下 可进攻的美军 只是看了一眼就离开了 最后在他们的配合下 这些反抗者全死在了他们的枪下 不过他们也因此 付出了几名士兵的生命 但好在任务完成了 过了几天 是这些美军难得的假期 他们被允许回美国度假 布莱登几人也是高高兴兴的 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这里的人都将他们当作英雄一般对待 还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 可这注定不是一个平静的假期 晚上的欢迎舞会上 布莱登几人受到了当地辣妹的追捧 就在他们乐在其中时 汤姆突然和人起了冲突 双方打了起来 幸好布莱登拉住了他 这给舞会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过这还刚刚开始 就在舞会刚结束没多久 布莱登的好友史蒂芬就出了问题 只见他拿着枪在院子里挖起了战壕 他的女友雪儿担心他就叫来了布莱登 可等布莱登到他家时 史蒂芬依然没有停止 还在自顾自的挖掘着 最后在坑里睡了一晚 布莱登一看这种场景 就知道是战争后遗症 他没有说什么 默默的在史蒂芬旁守了一晚 为了让他和唐姆好受一点 第二天他就拉着几人来到郊外的农场 用枪械发泄着心中的情绪 他们依然被沉浸在战争带来的痛苦中 虽然要不了多久就可以退役了 但那种痛苦不是说忘就能忘的 很快假期结束了 布莱登和史蒂芬回到了军营 他们这次是回去办理退役手续的 可当他们在办理退役手续时傻眼了 只听那名工作人员说 你还不可以退役 因为你被重招入伍了 下个月你就要回到伊拉克战场 当时布莱登人都傻了 工作人员向他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原来当时美国服役的士兵不够数 为了能维持兵力 也就是为了止损 他们的总统就强制要求 所有即将退役的老兵继续服役 而为了能让这个命令显得比较民主 美国总统就联合国会的政客 搞了一个投票 最后全票通过了改项法案 就这样美国保住了 他们的民主国家的称号 而布莱登这个即将退役的老兵 也就成了第一批受害人 本来就受到战争折磨的布莱登 一听就火了 就找到了他的上级理论 并说自己已经服了整整11年的兵役 已经受够了战争 这次说什么都不会再次服役 可上级却说 这都是总统下的命令 你必须执行 这布莱登也是暴脾气 当场辱骂他们的总统是托狗屎 就质问上级 为啥总统不去服役 想让我再去送死 门都没有 几句话一说 他的上级瞬间就来袭了 嚷嚷着要关他的禁闭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布莱登前脚走出办公室 后脚就打退了押送他的士兵 抢了一辆车跑了 他知道这样做闯了大祸 但比起去伊拉克送死 这些错误根本不算什么 之后布莱登开车回到了家中 可就在他刚刚到家时 就发现当地警长来了 并且还得知自己已经被全国通缉了 这一下可真的完了 布莱登的母亲 当时就想让他去墨西哥夺夺 可这有用吗 布莱登却不这么想 他想着去抗争 于是就想到了之前 承诺会帮自己的一员 让他帮自己取得应得的权利 就打算去华盛顿见他 可眼下他正在被全国通缉 这谈何容易 在这种情况下 他根本不敢去银行取钱 也不敢做更快的交通工具 就算有史蒂芬女友的帮忙 也不大容易 驻旅馆时也会碰到追捕的警察 他们在一个地方都不敢过多停留 只能马不停蹄的往华盛顿开去 期间史蒂芬还打电话 劝他回去继续服役 可布莱登怎么可能同意 逃亡的路上 他还饱受战争带来的折磨 和小混混发生争斗后 还杀了一个人 幸好有雪儿在一旁劝解 才没让他杀更多的人 之后他们又碰到了 另一个逃兵役的男人 从他那里得知 他已经逃了整整一年零两个月了 本以为退役后能拿到美国绿卡 但美国却食言而肥 不仅要求他再次上战场 还拒绝给他发绿卡 为此他选择逃兵役 言下也被美国通缉 只是稍好一点的是 他拖任拿到了一张加拿大的身份证 现在准备去加拿大避难 说完就将能弄到身份证律师的联系方式 交给了布莱登 第二天好友史蒂芬就找到了他们 他是来劝布莱登回去服役的 史蒂芬之所以来劝布莱登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和上级达成了协议 可以不用去死亡率最高的伊拉克战场 所以他假装好意来劝布莱登 可布莱登说什么都不愿回去 见无法劝回好友 史蒂芬也直说了 没人会帮你争取权利 就连那个议员也不会帮你 而你最终的宿命就只有回军队 结果还正如他说的一样 议员直白的告诉了布莱登 我不会帮你 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回去服役吧 不听劝的话 你的下场会很惨的 布莱登一听心都凉了半截 当时他就明白了 无论这些政客说的有多好听 一旦触及到他们利益时 自己肯定会被嫌弃 看来眼下只有去找那名律师弄假身份了 不过在这之前 他还是去医院看望了一趟战友 这名战友和他在伊拉克出生入死 但最终结果是 一只手和一条腿都被炸没了 双眼也被炸瞎了 脸还被烧得稀烂 看着战友的模样 布莱克知道要是再上战场 说不定下场和他一样 告别战友后 他找到了那名律师 付了一些钱后 他弄到了一张墨西哥的身份证 并告知过两天来接他 可就在当晚 他收到了一个噩耗 他的好友汤姆 为了不再上战场 选择了开场自杀 看着即将下葬的好友 布莱登也是五味杂陈 虽然很难过 但他不敢停留 必须时刻小心警察的追捕 在离开的前一天 他特意回家和家人告别 可当他来到边境时 他又后悔了 他清楚一旦离开 将永远见不到自己的亲人 一番思索和折磨后 布莱登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那就是回军队服役 比起和家人爱人分别 死亡似乎没那么可怕 最终他还是回到了军队 并且坐上了 去往伊拉克的运兵车 车上的新兵都很高兴 只有他满脸愁容 就连他的家人也是如此 据统计 美国在911事件发生后 共有65万美军士兵 参与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其中8名美军士兵被要求止损 也就是再次服役 至于死了多少美军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从本篇不难看出 这些美军士兵不过是政客的工具 他们参与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 是罪恶的 可美国的政客 却将他们发动的战争 美化成维护人权 足见其用心险恶 今天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点赞和收藏哦 要是有好片推荐的话 就留言在评论区吧